馬鞍,歡迎大家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又是我主持世榮和大家見面 賽馬報告中會和大家看看一些馬 曾經有過表現,或者受過劑了 受過出雜不順利,走外跌 這些大家可能遺忘了的賽馬報告 發掘出來,讓它變成好分的馬的時候 再和大家提提,當然未必今次跑得好 不過有機會,不如試一下 留意一下也好,如果大手升跌 初日有我和Kimi或者銀子 一起和大家用堅持賽馬來分析 到時就可以想一下,究竟合不合心碎 記住大熱門去到季尾,經常都贏不了 亦都不是超班側身馬那些 很多時體力都會下滑,平分飽和 從季初直至現時為止,賽馬會是六特大熱門的 勝出率是31% 相對三甲率是61% 我們馬上跳出香港,看看沒有天氣先生之下 堅制賽馬APP有什麼預測 可以見到這批博外有威第九場的三班千六 經常跟大家說有機會爆冷 熱門是哪一隻我暫時未知 好可能是喜連衛星或者博外有威 到時莫來拉田太安看看哪一隻老友 見到博外有威 上次走三甲有遮擋 雖然是這樣說,追到上來都虧了補促 這次排檔位好一點 不是我選他的理由可以抹去 我想跟大家說,他上次心中有馬贏馬 其實沿途是省了內難 至於跑第二那隻馬爾代夫 其實沿途在二甲 叫做省了位在馬群中間位置 叫做有遮擋 走三甲確是虧的 至於前面第三名其實都是保羅承傳一隻很厲害的馬 而且在慢步速賺了少少放頭 最外檔那隻就是他 前面三甲其實都是內檔 所以大家不妨記得他 好,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賽馬報告 記得訂閱我這個世榮賽馬在香港人賽馬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,拜拜 拜拜